绝地求生是一款多人生存竞技游戏 想要在最后成功吃鸡 除了要有着一定的战术之外 一身好装备和运气也是必不可少的 经常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好不容易才凑齐的一身顶级装备 还没有来得及得瑟就被打趴了 成了最富饶的快递员 但是有时候我们是被敌人远距离打倒的 趁着敌人还没过来 这些人都会被打倒的 这些东西可以找个隐蔽的地方丢掉 就算死也不能给敌人 SCAR步枪 这把枪简称死嘎 这把枪在现在版本是非常强大的 弹道非常平稳 而且不依赖配件 子弹的伤害也挺高的 但是这把枪会引来大批小伙伴的吐槽 假如这把枪装上六倍镜的话 也绝对不会比SKS差得多 所以宁可扔掉 三级包 三级包就是能装更多东西 给敌人一个三级包 敌人可以装一个包的子弹或者血包 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三级包扔掉 也不能让给对手的理由 M249机枪 这是一把性价比很高的枪支 因为这把枪很稀有 再加上这把枪的子弹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一片横扫就能扫灭一大群伏地膜 所以这把枪在自己倒了以后 也就扔掉吧 医疗箱 医疗箱在前期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装备 不管多么低的血量 只需要一个大医疗箱 就能满血重生 大医疗箱真要扔掉的话 最好找一个隐蔽的地方 最后给大家留下一个小小的谜团 当我们找到一件装备的时候 AWM M24 98K 这三把枪都要扔掉 大家知道什么装备吗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记得点赞和关注